前男友甩了我去抱富婆大腿,我看着她晒在朋友圈的照片,晒前了沉默,这女人不是我后妈吗?乔然和我分手都是在微信上提的,老实说我没什么感觉,跟她谈恋爱三个月,她不是在陪富婆喝酒,就是在陪富婆摇头子。 我从起初的伤心到后来的麻木,再到现在的笑着祝福,或许是我表现得太洒脱,乔然在我回复好的后,居然没把我拉黑,半分钟以后,她回我,最后一次,借我五百块钱,我乔然给我发语音,周笑笑,你别不识好歹,我告诉你,婷姐是本是首富的老婆, 这首富现在刚死磨多久,等财产公正以后,婷姐就是整个是最有钱的人,我不耐烦地回她,那你去找她要钱,乔然回消息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快,你先借我五百,我去买个高仿LV限量款包哄她开心,等我跟她结婚,给你发个大红包,我骂了句神经病,点乔然的头像,准备把她拉黑, 却一不小心贴见她更新的朋友圈动态,往后余生都是你,跟乔然谈恋爱三个月,她从来没有在朋友圈公开过我,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抹土味的文案下,配着一张合照,背景是海边,人物只有两个,一个是我那块半个月末见面的前男友, 还有一个,是自打进了我家的门我就莫见过的后妈,徐梦婷是半年前嫁给我爸的,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家出走,所以她不知道我,但我却献过她,照片时间是三天前,地点是国外某海滩,而我爸刚死末几天, 葬旅还在一周以后,本着继续观察乔然朋友圈的想法,我墨山她好友,我跟乔然是在酒吧兼职的时候认识的,当初以为她是个热爱生活的帅哥,后来发现她热爱的只是富婆的生活, 所以她提分手我倒也干脆,虽然被甩了,但生活还是要过,下午我补了一绝,晚上继续去酒吧兼职,正忙着呢,突然现乔然被簇拥着,像只花蝴蝶似的往门口走, 一个陪酒的小姑娘凑上去谄媚道,婷姐又来接你了,乔然昂着下巴,贴了我一眼,故意放大声音, 是啊,婷姐今晚要带我去海天圣言,一顿饭八万起,一阵唏嘘后,小姑娘舔着笑脸,乔哥,我帮你拎包, 以后发达了回来照服照服我们呗,乔然笑了,好说,她的眼神一转, 突然指了指在角落里装安纯的我,让周笑笑给我拎包吧,所谓拎包, 就是把客人送到门口,乔然从钱包里抽出一千块,这是小费, 我拒绝的话戛然而止,脸上浮现笑容,好啊,乔然痴笑了声, 鄙夷的神色尽显,我刚把乔然送到门口,一辆银色的劳斯莱斯就在酒吧门口停下, 驾驶座上,一个三十余岁的女人摘下墨镜,甩了甩波浪长发,老实说徐梦婷长得不错, 再加上强大的超能力,的确是乔然高攀了,上车把徐梦婷说, 逆了我一眼,她是谁?乔然对她热络地笑着,坐在副驾驶得意地冲我扬眉, 一个拎包小妹,不用管她,亲爱的,我们走吧,温柔的语气听得我掉了一地鸡皮疙瘩, 不过,这辆车怎么这么眼熟呢? 我站在原地盯着车子看了会儿,悄然却误解了我的意思, 大声嘲笑道,周孝孝,别看了,你再看你也买不起, 我记得这辆车售价三千万,按照我现在一个月一万二的工资, 的确买不起,两人嘲笑着扬长而去,扬起的尘土飞了我一脸, 我咳嗽了两声,突然记起来,为石膜这车这么眼熟, 思索半秒,我掏出手机,远景叔叔,我家的车被偷了, 是一辆银色的劳斯莱斯,车牌号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 警察局里,我和乔然,徐梦婷两人面面相去, 乔然站在旁边,看见我后,眼睛都瞪大了, 你来干石膜,我没说话,张警官指了指我, 问,你说那辆劳斯莱斯是你的? 话音刚落,乔然夸张地大叫, 怎么可能,周孝孝就是个穷逼, 他能买得起劳斯莱斯? 远景先生,他就是穷疯了,你别听他的, 我点了点头,是我的,徐梦婷终于舍得抬头看我一眼, 他皱起眉头,痴笑道,小姑娘,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你知道得罪我的人是什么下场吗? 他以为我是来碰瓷的,说这句话想让我知难而退, 但我和他的目光缓缓对上,反问,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很显然,徐梦婷不知道,乔然狗腿子似的在旁边介绍, 他叫周孝孝,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老跟在我后头转的女的, 可烦人了,徐梦婷笑了,原来是这样, 那这么说,今天的警是你报的了,我点头,是我,徐梦婷轻蔑地看着我, 听说人穷久了,就会憋出一些毛病, 以前我还不信,现在看了周小姐, 我倒是大开眼界,她说着, 从包币钱包里抽出一千块钱,摔在我面前, 只要你给我道个歉,小姑娘, 这些就都是你的了,我盯着她手里的钱包看, 徐梦婷顺着我的视线,拿起手里的包, 脸上的厌恶都快化为实质性了, 原来是看上这个包了,我没说话, 只是顺着她的动作,将包365度无死角地观察了一圈, 徐梦婷打定主意,我是悄然的舔狗, 故意气我似的,这包是悄然送的, 我虽看不上,但好歹是她的心意, 你要是喜欢,她在我面前绕了一圈, 喜欢也不给你,我很无语,心中却确信了, 淡淡地收回目光,张警官去而复返, 悄然不耐烦地问,怎么样, 车主你们调查清楚末,可以放我们走了吗? 张警官点点头,调查清楚了, 徐梦婷微笑着起身,理了理自己的裙子褶皱, 满脸轻蔑,张警官拿出证明, 说道,劳斯莱斯登记证书上, 显示的名字是周孝孝, 你们谁是周孝孝? 徐梦婷和乔然满脸错愕, 我站出来,是我,麻烦你了, 张警官,张警官点点头, 朝我笑了笑,没事,车钥匙给你, 前后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 价值三千万的银色劳斯莱斯, 车钥匙就被交到了我的手里, 他们俩也终于回神, 徐梦婷震惊到,怎么会? 他的眉头狠狠皱起, 上下打量着我,你说你叫周孝孝? 是啊,阿姨,徐梦婷也不过才比我大七岁, 如果别人敢叫他阿姨, 他早就一个大逼都过来了, 但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突然恍然大悟,周孝孝, 姓周,你是周熊的女儿, 周熊是我刚死末多久的爸, 也就是本世的首富, 我笑了笑, 在我意味不明的笑容当中, 我看见乔然像是被雷劈似的, 满脸震惊地看着我俩, 说起来, 我是周熊的女儿, 徐梦婷是周熊的老婆, 那徐梦婷就是我后妈, 她绿了周熊的女儿, 和周熊的老婆搞在一起, 车钥匙拿回来以后, 我就起身离开, 临走之前, 我预言又指指了指徐梦婷的包, 说道, 劝你去鉴定一下,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 你这包是假的, 徐梦婷瞪着乔然, 把包甩在他身上, 怎么回事? 乔然慌忙解释, 这包是真的, 你信我, 就算周笑笑是他女儿, 可是他懂什么奢侈品, 他说着, 拽住我的手不让我离开, 周笑笑, 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你是周熊的女儿,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我和我爸关系不好, 这是整世人尽皆知的事, 我十八岁就不再向家里要钱, 去年的时候, 更是直接从周家搬出来, 我既然都打算和周家划清界限了, 自然不可能到处宣扬, 但是, 我划清界限是我的事, 可如果有谁打周家家产的主意, 我绝对不允许, 我把劳斯莱斯停在了租房的社区车库, 第二天去酒吧上班, 悄然把我堵在了门口, 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像是要把我吃了, 你这女人真恶心, 居然敢告诉他我买的包是假的, 你是不是故意想让他厌恶我, 我眉时抹表情地呕了声, 实话实说而已, 悄然冷笑, 那就让你失望了, 我跟他是真爱, 绝对不可能因为这件小事分手的, 一个22岁的男人跟一个, 29岁死了老公的少妇是真爱, 这话说出来, 乔然是怎么忍住不孝的, 我反正是孝了, 祝你们百年好和, 说完, 我又提醒了句, 希望你嫁过去以后喜当爹的时候, 也能这么信誓旦旦, 徐梦庭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 乔然, 她简直恨不得杀了我, 法治社会救了我的命, 乔然恶狠狠地说, 周孝孝, 你别得意, 就算你是周雄的女儿又如何, 她活着的时候, 你都不受待见, 死了就更没办法护着你了, 等婷姐和她儿子继承遗产后, 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 我又被她这话给逗笑了, 谁跟你说我不受待见的, 乔然反唇相激, 你别虚张声势, 你要是受待见, 她会放任你在这种地方工作, 你当她是让你出来体验生活呢? 我爸的确不是让我来体验生活, 我跟他吵架也是争吵啊, 这我没办法反驳, 现我沉默了, 乔然坐恶星起, 突然冲着酒吧里的其他人嚷嚷道, 你们还不知道吧, 周孝孝一吟, 自己是首富周雄的女儿, 说自己是流落民间的公主, 哎, 何必呢? 得罪我对她有什么好处, 她的话音刚落, 众人纷纷出口嘲笑我, 我拿着手机站在门口, 亮起的荧幕上, 是三十分钟前刚发的短信, 下一刻, 几辆黑色的卡燕在酒吧门口停下, 轻一色黑西装的保镖从车上下来, 卫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 鼻挺的西装, 巨傲的神情, 只是看见我时, 他转而恭敬, 大小街, 我来接您回家, 周家别墅的客厅里, 徐梦婷抱着五岁的男孩, 警惕地看着我, 我扫了一眼男孩, 他都这么大了, 叫什么名字, 男孩冲我翻了个白眼, 我才不告诉你, 坏女人, 跟在我身后的管家皱起眉头, 徐梦婷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什么呢, 这是姐姐, 男孩说, 我才是爸爸唯一的孩子, 我才没有姐姐呢, 我根本不认识他, 徐梦婷把男孩交给保姆, 继而朝我歉意地笑了笑, 他平时骄纵惯了, 不是故意顶撞你的, 笑笑, 你不介意吧, 我朝他笑了笑, 觉得这后妈真是蠢货, 这种小绿茶的本事, 也就骗骗我那个色鬼父亲, 徐梦婷也对我笑, 等他笑完我说, 介意啊, 徐梦婷笑容一宁, 不过你才嫁给我爸半年, 周浩却五岁了, 想来之前一直都是你在教育, 做了五年的私生子, 脾性难免怪异了些, 我不跟他计较, 我说完, 徐梦婷脸上的表情终于挂不住了, 他也不再跟我虚语微疑, 气冲冲地走到我面前, 你得意什么, 周雄都死了, 我还怕他女儿不成, 现在周家是我当家做主, 我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似的,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我爸葬礼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作为他唯一的女儿, 我穿着黑色的长裙, 有保镖打着伞, 面无表情地跟在送葬的队伍后面, 徐梦婷倒是哭得情真意切, 一转头, 对上我冷然的神色, 他像是抓到什么把柄似的指责我, 周笑笑, 你爸生前对你那么好, 他死了你一滴眼泪都没掉, 你没有心的吗? 其他人都怪异莫名地看着我, 我不但没哭, 反而笑了, 对啊, 我没有心, 他死了, 我很高兴, 这番话可谓惊世骇俗, 我却觉得内心畅快, 伞也不打了, 转身融进鱼里, 你不要命了吗? 一道气急败坏的男生, 打断了我的思绪, 回过神, 一辆车从我面前急驰而过, 刚才要不是他拉着我, 这会儿我可能已经跟我爸会合了, 雨幕下我看清拽着我的人, 是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男人, 虽然身上穿着廉价的衬衫, 可气质干净, 长相也很出挑, 他把我带回他家, 是个不到二十平的小出租屋, 收拾得很干净, 但仍是难掩发霉的气味和破败的环境, 他给我拿了干净的衬衫, 又煮了浆糖水, 我抱着温暖的水杯, 水气阴暈的我眼前模糊一片, 男人在我对面坐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答, 周笑笑, 他挑了挑眉, 继续问我, 还记得自己家在哪吗? 我放下水杯, 合理怀疑对面的男人把我当成, 有精神问题从家里跑出来的智障, 我无语了半天, 说, 记得, 他点点头, 起身说道, 喝完了我送你回去, 我稳如泰山, 一动不动, 不想回去, 喂食魔, 我爸死了, 我男朋友把我绿了, 跟我后妈在一起了, 我面无表情地陈述, 贪手无奈道, 不想回那个家, 男人隐忍了半天, 终于笑出声, 他咳嗽了声, 那你挺惨的, 是啊, 要不然你收留我两天, 他又开始皱眉了, 我赶紧说, 就两天, 两天就好, 他最终还是妥协, 拿着我湿答答的衣服, 扔进洗衣机, 进浴室前, 只丢下一句, 我叫严墨, 这个叫严墨的男人实在话少, 我俩各自吃完外卖就睡觉了, 我睡床, 他就缩在一米多长的沙发上, 等我醒过来, 他已经去工地了, 严墨在工地搬砖, 做最苦的工作, 拿最低的工资, 我看着他留下来的纸条, 思索三秒, 拿起车钥匙出门, 日头正晒, 我打了把伞, 现在是中午, 大部分工人都在吃路边的廉价盒饭, 我拎着精心准备的午餐, 去找严墨, 找了一圈都没找到, 打听了一下, 严墨正在办公室, 所谓的办公室, 也不过是个临时搭建的小屋, 但好在里面有空调, 正准备敲门, 里面却传来骂声, 正我点儿小事办了正我久, 严墨, 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是上面卡审批档, 我也没办法, 别跟我找借口, 能干就干, 干不了滚蛋, 严墨不说话了, 粗力的男生又问, 对了, 上次监工的女儿, 说要请你吃个饭, 严墨这次倒是利索, 我不去, 你有什么资格拒绝, 别说请你吃饭, 就是吃了你, 你也没资格拒绝, 这话听得我忍不住小出声, 粗嘎男生打开门质问, 你谁呀, 偷听我们说话, 我无辜地拎着饭盒, 说, 我来给严墨送饭的, 对方脸色难看得像是要吃了我, 严墨惊讶地看着我, 下意识把我护在身后, 又是你, 严墨, 赶紧带着这个女人给我滚, 严墨很听话地要滚, 我却纹丝不动, 他向我打量着办公室, 低声问我, 怎么了? 我指了指办公室, 里面有空调, 说完, 我拉着他一边往里面走一边说, 外面那么热, 先进来把饭吃了, 刚坐在椅子上的男人, 转身就看见我和严墨, 他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愤怒起来, 谁允许你们进来的? 我打开饭盒, 香气四溢, 转头, 现他赶我们走, 我拿出手机, 问他, 这是周家的房地产公司开发专案吧? 等他点头后, 我拨通了管家的电话, 递给他, 男人疑惑地接过去, 听见管家的吩咐, 他脸色顿时变了, 我问他, 现在我们能在这里吃午饭了吗? 他点头哈腰, 当然能, 大小姐, 我替你们把门关上, 临走前, 还给了严墨一个加油的手势, 在严墨家待了两天后, 我准备离开, 临走前我邀请他去酒吧喝酒, 就当是感谢他这两天的收留, 我俩开了个卡座, 沉默地喝酒, 过了很久, 严墨似乎有点醉, 他看着我没头没脑地问了句, 周笑笑, 你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 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从半年前就开始跟踪我, 偶尔会出现在我家附近, 但是却从不靠近, 严墨说完, 我砸扒了下嘴, 你挺敏锐的嘛, 他摇了摇头, 说, 搞不懂你们这种, 有钱人家的大小姐都在想什么, 我支着下巴, 认真的看着他叹了口气, 严墨, 你是个很善良的男人, 他家境困难, 却仍会怜惜路边的野猫, 身在泥泞, 心向朝阳, 看见他, 我时常会迷茫, 甚至不忍, 周笑笑, 你还好意思说我, 你自己不也出来找男人了吗? 不合时宜地, 响起一道气急败坏的声音, 悄然像是桌间的五大郎似的, 气势汹汹地, 一把拎过严墨的衣领, 墨拎动, 严墨比他高, 身材也比他结实, 悄然又气愤地甩开他的衣领, 指着我鼻子骂, 我就知道, 你这个女人不安分, 严墨皱眉问我, 她是谁? 我笑了笑, 一条疯狗, 悄然简直要气死了, 吵嚷着我是什么水性洋花的女人, 看起来像是要打死我, 好在严墨护在我前面, 悄然忌惮她, 不敢动手, 我们喧闹的动静, 引来好些人看戏, 过了墨多久, 徐梦婷居然过来了, 过来就算了, 她的身边还跟着另外一个清秀漂亮的少年, 比悄然更帅更年轻, 我顿时悟了, 看好戏似的看着悄然, 原来你被甩了呀, 刚死了老公和刚死了老爸的 两人在酒吧碰面, 互相身边都跟了个男人, 这画面怎么看怎么怪异, 尤其是叫嚣得悄然, 看着我俩的目光, 就跟看着复兴人似的, 也不知道是谁负她负得更狠, 不用我动手, 徐梦婷出面就把悄然解决了, 她被保镖赶出去时, 连嘴巴都是被捂住的, 徐梦婷轻蔑地看着我身边的严墨, 先是找了个鸭子, 后又找了个穷光蛋, 周家大小街就这点眼光吗? 我扫了眼他身边的清秀少年, 后妈的眼光好啊, 来来回回就喜欢鸭子, 专一, 你。 她想发怒, 又忍住, 幸灾乐祸地说, 别忘了你爸的遗嘱里有要求, 必须要你结婚, 才能继承你的那部分遗产, 我点点头, 我知道啊, 徐梦婷吃笑, 难不成你要跟这种人结婚?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了眼严墨, 身高腿长, 长相帅气, 有什么不可以吗? 徐梦婷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半晌, 她阴阳怪气地笑了, 后天宣读你爸的遗产, 希望你敢带这个男人出现, 等他走后, 我转头无奈地对严墨摊手, 你看, 坏事儿了吧, 严墨皱眉, 看我的目光, 就跟看智障似的, 你以为是在过家家吗? 周笑笑, 别跟我开玩笑, 我拽着她的手, 努力挤出几滴眼泪, 严墨揉了揉眉心, 你会来的, 对吧? 严墨, 我不会, 你会, 严墨甩开我往前走, 看背影气冲冲地, 走到门口, 又扭头, 半是生气, 半是无奈, 还不走吗? 我笑嘻嘻地跟上, 我知道, 我赌对了, 阔别半年, 我又一次回到我爸的公司, 严墨穿着笔挺的西装, 面无表情地站在我身侧, 俗话说, 人靠衣装, 严墨这么一打扮, 当真有几分霸道总裁那位, 管家把我们赢到会议室, 除了我和严墨, 徐梦婷以及公司一众高层都严阵以待, 看见我们出现, 徐梦婷阴阳怪气地笑出了声, 大小街, 你旁边的男人是谁? 我瞥了他一眼, 关你什么事, 高层的脸色难看几分, 今天要宣读董事长的遗嘱, 外人不便道场, 我呕了声, 你说他是外人就是外人, 我告诉你, 他是那人, 是名正言顺的自己人, 所有人脸色都不大好看, 但谁敢有意见呢? 我才是大小街, 我爸生前就已经立好遗嘱, 除了他的律师团队, 没有人知道, 不过身为时常吹枕头风的徐梦婷, 却知道一点皮毛, 但也仅仅是皮毛, 听见律师宣读我爸将名下, 所有财产全部留给他的后人时, 徐梦婷脸上的笑容终于绷不住了, 他神情扭曲地站起来, 怎么可能,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是他合法的妻子, 他的财产我凭什么一分都没有? 律师早有准备, 嗤之以鼻, 董事长若是没有立遗嘱, 按照法律你自然可以分得遗产, 但既然有遗嘱, 那一切只能按照遗嘱形式, 我爸死了, 他自然没有顾虑, 一口一个这个老东西的, 面容扭曲地, 足足骂了十分钟, 看得我和颜莫简直叹未观止, 也不知道是徐梦婷骂累了, 还是他终于想明白, 他一屁股坐下, 喝了口水, 最后冷笑了声, 问律师, 既然是留给后人, 那抹老东西的孩子, 是不是都能分到遗产? 律师点点头, 徐梦婷笑了, 也好, 没给我留, 但是我好儿有也行, 徐梦婷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 我爸在防备他, 就跟防着贼一样, 所以对于我爸的遗产, 没给他留一分, 他早有心理准备, 但是那个老东西一定莫想到, 我还有浩儿, 哈哈哈哈, 枉费他日夜防着我, 徐梦婷的算盘, 打得我在阴曹地府的爹都能听见, 但是我支着下巴, 等他笑完后, 笑吟吟地问道, 你确定你那个浩儿, 能分到我爸的遗产吗? 徐梦婷恶狠狠地看着我, 遗嘱里不是白纸黑字地写着吗? 是啊, 我说, 语气平静, 可遗产是留给后人, 而你家浩儿可不是我爸的儿子, 这话产生的效果, 比刚才我带阎墨出席时引起的反应还大, 就连再来之前。 被我嘱咐, 等会儿你只管绷着脸装高冷就行, 别给多余的表情的阎墨, 也不禁看了徐梦婷一眼, 他身有一种嗅到了大家族秘密的震惊, 以及等会儿不会被杀人灭口的紧张, 眼看效果达到了, 我给管家递了个眼色, 他十分上道地把亲子鉴定往桌子上一扔, 几个律师拿起来仔仔细细地看, 我在旁边激情解说, 如图所现, 周浩不是我爸的儿子, 两人没有血缘关系, 所以这遗产, 你徐梦婷沾不了一点。 等我说完, 律师们也检查完了, 确实如大小姐所说, 亲子鉴定有效, 徐梦婷脸上先是震惊, 然后是惶恐, 最后是破罐子破摔, 她开始泼妇骂街, 周笑笑, 你不得好死, 你居然敢算计我, 你这个剑, 我给早已准备就绪的保镖试了个眼色, 给我把这个疯女人赶出去, 自觉参与了一场, 大家族斗争的保镖们十分兴奋, 干尽十足, 高层们被我唬得大气不敢出, 徐梦婷真的疯了, 被拖出去之前还咬了一口其中一名保镖, 趁着对方吃痛松手, 她大喊大叫, 周笑笑, 你也不是周雄的女儿, 你有什么资格赶我出去, 管家慌了, 赶紧把她拖出去, 我却面无表情地抬起头, 等等, 让她说完, 徐梦婷恶狠狠地看着我, 指着我的鼻子骂, 周雄这个老东西心严子那么多, 绝对没有想到她两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的, 周笑笑, 你还不知道的, 你也是个野种, 她骂完了, 觉得畅快, 哈哈大笑, 遗产我得不到一分, 你也别想得到, 你们要是不信, 就带她去做亲子鉴定, 满是寂静, 我并没有如徐梦婷所预料的, 那般露出震惊, 或是难以置信, 我比她, 比所有人想象的淡定许多, 徐梦婷皱起眉头, 怎么, 你不信, 我终于开口了, 我信啊, 徐梦婷喘了口气, 疑惑地问, 那你, 我无所谓地笑了笑, 说, 我早就知道, 我不是周家的女儿, 不然你以为, 半年前, 我魏石魔要离开周家, 虽然我说得轻描淡写, 但这句话对其他人来说, 可谓是重磅炸弹, 我不是周雄的亲生女儿, 也就意味着她没有后人, 那魔遗嘱就不成立, 那魔, 所以, 遗嘱不成立, 按照法律法规, 周雄的遗产, 应该全部都是我的, 因为我才是她合法的妻子, 徐梦婷感觉自己黄雀在后, 得意地笑了, 我也笑了, 我虽然不是周雄的女儿, 但谁说周雄没有孩子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徐梦婷早已将周雄调查得清清楚楚, 她除了早死的前妻, 给她生过一个孩子, 就没有其他孩子了, 我拍了拍严墨的肩膀, 把一直向安纯努力降低, 存在感的男人推了出来, 周雄的亲生儿子, 在这里, 周家的医生团队动作很快, 不过几个小时, 他们就提取了严墨的DNA, 做了一份亲子鉴定, 结果出来, 他的确是周雄的儿子, 无疑, 徐梦婷经历了大起大落落落落, 一而再再而三地落以后, 已经叫嚣不起来了, 他摊在地上, 喃喃自语, 怎磨会, 高层们也终于, 从这一层层的反转力回过神来, 他们的脑子转不过来, 深觉这个剧情连电视里都不敢这么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显然, 闫莫也很想知道, 昨天他还是在工地上搬个砖, 都要看别人脸色的小透明, 怎么摇身一变就成为首富的儿子了呢? 还是马上要继承亿万家产的那种, 玄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我被万众期待, 倾咳一声, 说, 事实上, 五年前我就知道, 我不是周雄的孩子, 他的确有个孩子, 但却是个男孩, 并且在很早的时候就走丢了, 我不过是他应付外界的工具人而已, 闫莫难以消化, 所以你半年前跟踪我。 我点点头, 半年前我离家出走, 也是为了不惹人注意, 暗中调查你, 在你家附近的酒吧打工, 这些都是周雄的主意, 难怪, 难怪, 徐梦庭癫狂地笑起来, 两行泪水从他的眼中滚落, 难怪周雄对我的出轨,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只不过是利用我, 让外界把注意力转移到我和浩儿身上去, 好忽略你在暗中进行的那些小动作而已。 最后知道真相的他, 眼泪掉下来, 徐梦庭最终被保镖拖走了, 管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他们打包赶出周家的别墅, 然后恭迎真正的大少爷, 严墨回归, 客厅里, 严墨坐在价值两百万的真皮沙发上, 拥有一种不真实感, 前几天他的屁股坐得还是拼兮兮, 九块九包油的塑胶板凳, 我在他旁边打包行李, 在看见我把一个金丝帕子放进行李箱后, 严墨终于忍无可忍, 周笑笑, 你就不能不走吗? 我头也不抬地回他, 不能, 严墨看起来有些委屈, 我刚回周家, 什么都不懂, 正是需要人的时候, 就算你不是周家的大小姐, 也可以做别的呀, 你来做我的助理, 怎么样? 我继续扒拉行李, 不怎么样? 严墨起身, 哐当一声把我的行李箱合上, 有一种霸道总裁强势爱的记事感, 给我一个你非走不可的理由, 我坐在地上, 跟他无声对峙, 片刻后, 我拽了他一把, 坐, 严墨听话地坐下, 我用一种小学生交换秘密的语气, 神神秘密说, 五年前, 我跟周熊大吵了一架, 严墨皱眉, 喂食魔, 我说, 因为我发现一个秘密, 你知道喂食魔那魔多孩子, 周熊单单收养, 我做工具人吗? 严墨打量着我, 难道不是因为你特别聪明? 这话成功地取悦了我, 我递给他一个小伙子瞒上道马的眼神, 然后拍了拍他的脑袋, 当然不是了, 聪明的小孩那魔多我翻了个白眼, 是因为周熊对我有愧, 怎么说? 我很小的时候, 父母在工地上出了意外, 究其原因是无良奸商用劣质水泥, 导致房子垮塌, 严墨瞪大眼睛, 艰难地开口, 所以那个无良奸商, 对, 就是周熊, 我也是五年前才得知这件事的, 所以严墨, 你是我仇人的儿子, 严墨表情难堪, 像是被我窥破什么隐秘的心思似的, 他捏如着嘴唇, 压着我行李箱的手慢慢松开, 我后面的话没有说出口, 所以严墨, 你喜欢我是没用的, 是从什么时候发现, 严墨喜欢我的呢? 或许是跟踪他的, 某天下起了雨, 我看见转角处有一把雨伞, 又或许是乔然, 对我说了难听的话, 第二天就被人打得鼻青脸肿, 他出现在墨地门口, 也不是意外, 正如我这半年来, 一直默默地观察他,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严墨也在无声地守护我, 两个深处泥沼里的人, 努力向阳而生, 但最终背道而驰, 我收拾行李, 登上飞机之前, 严墨来送我, 他跑得气喘吁吁, 拽住我的手说, 你不能走, 我有些无奈, 严墨,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你强留不住我的, 严墨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 问我, 你不是周雄女儿的事, 是谁告诉你的, 管家, 所以, 严墨顿了毒, 你父母是因为周家, 才出事这件事, 也是管家告诉你的吗? 我皱起眉头, 你到底想说什么? 严墨深吸了一口气, 拉着我的手往机场外面走, 我们逆着人群, 走得很艰难, 终于出了机场, 严墨神情严肃, 我调查过二十年前的那起事故, 并不是你说的那样, 我的行李在他手里, 现在想走也走不掉了, 我只能抱着双臂, 靠在墙边淡淡地看着他, 管家给我看过周雄同意 用劣质水泥的档, 签字盖章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总不能是假的吧? 档不能是假的, 可如果问题出在那一批水泥上呢? 严墨神情严肃地看着我, 我皱着眉头细想, 五年前我才十七岁, 又被恨意冲昏头脑, 其中很多细节的确没有深究, 严墨这么一说, 我突然觉得怪异起来, 难不成, 管家有问题, 自打我记事起, 管家就跟在周雄身后, 两人形影不离, 管家是最了解周雄的人, 要不是周雄隔三差五带女人回来, 我都以为二老有什么不可言说的关系, 严墨摇了摇头, 暂时不知道, 笑笑, 你先跟我回去, 你先跟我回去, 严墨带着我回周家这事, 很明显是在管家意料之外的, 现我突然出现, 他好像有点慌, 我开门见山, 管家, 你把五年前给我看的那份当再拿出来一下, 周小姐是不相信我, 还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 哪来那么多废话, 做了周雄二十年的女儿, 别的我没学到, 这虚张声势的气势, 倒是跟周雄学了个实打实, 管家咬了咬牙, 看看严墨, 又看看我, 为难道, 过去这么多年了, 当早就不见了, 我忍不住抱粗口, 放屁, 五年前你都能拿出来, 当时你都保存了十五年, 现在才过去五年, 你告诉我你弄丢了, 管家脸色清白, 我死死地盯着他,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管家和蔼的神情慢慢退去, 半晌,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就差一步, 只差一步, 说完, 他狠狠地弯了一眼眼目, 二十年前, 周雄的确在水泥档上签字, 但是调包水泥的事, 却是管家干的, 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徐梦庭, 所以他以此做威胁, 管家成功让他嫁进了周家, 但过去这么多年, 加上周雄一死, 徐梦庭的野心越发大起来, 管家不得不借我的手除掉徐梦庭, 而为了让我和周雄离心, 又把水泥的事嫁祸到周雄身上, 管家暗地里给周雄下了十几年的慢性毒药, 在我离开后, 更是肆无忌惮, 干脆一剂猛药给他毒死了, 他甚至暗中找到阎墨, 想要通过他控制周家的财产, 不过千算万算, 他没算到阎墨爱上了我, 如果他没有爱上我, 他就不会想要留下我, 去调查二十年前的事, 我也不会把真正离开的原因告诉阎墨, 我们很快报了警, 管家被远景带走接受调查, 我带着阎墨再一次去祭拜了周雄, 墓地里, 阎墨看着墓碑上周雄的照片, 没石磨表情, 我在旁边说, 周雄不是个好父亲, 但好在给你留了这么多财产, 够你挥霍三辈子了, 你说得对, 他的确不是个好父亲, 这么多年, 我在阴暗潮湿的出租屋里, 从来默想过他就在我身边, 阎墨声音低沉, 似是叹气, 我和他感同身受, 虽然我的父母不是他害死的, 虽然我恨错了他这么多年, 但这些年在周家, 于他而言, 我也不过是个工具人, 所以我对他也是没什么感情, 出了目的, 我意料之外地看见了乔然, 他神色憔悴, 看见我后, 急急忙忙走上前, 笑笑, 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才发现, 我有多喜欢你,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厌恶地看着他, 但我还是有件事想问他, 三个月前那个雨夜, 在巷子里救了我的人是不是你, 话一问出口, 我心里就已经有了答案, 悄然迷茫地反问我, 什么巷子, 我缓缓地从他的手里抽出我的手, 朝他微微一笑, 滚, 周笑笑, 你变了, 你以前不是对我很好吗? 你现在为什摩变成这个样子? 悄然有些癫狂地质问我, 他的手还莫碰到我, 就被严莫面无表情地拂开, 悄然警惕地看着他, 你谁呀? 严莫看向我, 我微笑着拉过严莫的手, 介绍一下, 我男朋友, 周家的继承人, 回家的车上, 严莫面不改色地问我, 周笑笑, 刚才说的话还算数吗? 我明知故问, 笑银银帝, 什么话? 严莫舌尖顶了顶腮, 认真的看着我, 做我女朋友, 哦, 我似笑非笑, 我考虑一下, 严莫顿了毒, 说, 遗嘱上的附加条件, 你还记得吧? 记得, 正如徐梦婷所说的, 遗嘱要想成立, 必须要继承人结婚, 才能继承所有家产, 所以严莫定定地看着我, 眼神深邃, 像是要把我卷进去似的, 你嫁给我, 我把财产分你一半, 怎么样? 这个嫁妆, 未免太丰厚了些, 我忍着笑意, 我再考虑考虑, 严莫委屈地扫了我一眼, 车里的气氛陷入宁静, 半嗓, 严莫喊我, 周笑笑, 我挽着手指, 漫步惊心地, 严莫拽过我的手, 老子爱你, 我惊讶地转头, 严莫的脸朝我压了过来, 前座的司机默默地放下遮挡板, 前座的丶档下室和房子vida我会俯垃圾在下半区的时候, 前座的事被闪拾下室和鎖地转下室移民的市场空门喔,